各位 各位 最近小弟無意之中 就看到 在吃東西 吃一點點東西就開了一個電視 Cure Time 就無意中看到這個麵包超人動畫 的一個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只有幾分鐘而已 這個小故事說 每一個黑暗小鎮 都會有 佳登先生的足人 裏面就說佳登先生 翻面是佳登 長奶奶高挑挑 佳登先生 不過他經常一個人走 因為 故事就說佳登先生的 畢生志願 就是一個人這樣 即使一個人很孤獨都不要緊 是一個人不斷地去找一個 一個 又一個黑暗小鎮 然後就盡它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能量 去發光 去照亮這些黑暗的小鎮 令到黑暗小鎮的居民可以重建光明 可以光復 可以開心 千萬不要誤會 光復不是這個意思 光復就是 好像復明一樣 有些光明 重建光明 那小鎮看一看 很奇怪 明明是一個很輕鬆的 動畫 給小鎮看的 麵包超人大家都知道 很多公仔都有賣 看一看 不知為何 都滴了兩河 兩滴眼淚出來 都不知為何 或者現在說回 我以為小弟的生 我的志願 小鎮實寫 我的志願是什麼 我的志願恐怕都是 做街燈先生 希望 拼一口氣 碰一盞燈 有燈就有人 都是 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想做這件事 好了 我想香港也有很多街燈先生 不就是小弟 好了 講完這些小故事 就講回今天的主題 都是感恩時短 都好幾天沒有講 但主要都是YouTube的 YouTube那裡比較方便 都很明顯 所以就比較多在YouTube留言 也都要再一次多謝 謝謝 愛婦外母大人去幫忙 收集這些YouTube的留言 好了 快快說 一位叫T Lee的朋友 他說 Support 852 游先生 謝支持 他在澳洲 發信息來的 他說 你是我們海外華人 爭取自由民主的發言人 不敢當 他說 你的心聲就是我們的心聲 這一點都 多謝你 希望做到 另外M也是熟客 他說多謝青少 臨病的美夢是不會長的 管港婆 他沒有資格 身不由其是受制於人的 他說現在比史更難受 哇 他現在好像尖尖尺起 未必是這樣的 這個人是會這樣 拿著雞毛 當靈戰 是吧 他說毀滅香港 破壞香港 要付出代價的 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 香港人是看得到的 但願如此 丫門 另一個 Rob ROB 簡單幾個字 七婆根本就不是做領袖的人選 是啊 只不過是時勢陰差陽錯 彈出來的 就是這麼簡單 都同意的 阿佩 他也肯做學理先 他也要熟 做了幾天 他熟路 怎麼搞 你香港人 好了 阿佩就說 尤先生今天做什麼 這麼不忍得口 大家會很擔心你的 請多補足 多謝你關心一下 會的 多謝你提醒 不過有些事情 小弟都盡力了 小弟不說 真的沒什麼可能 好了 另外一位R Chan 他說 少不忍則亂戴謀 這個階段應該引口 除非有個好一點的發言環境 現在這個環境都在香港 即不敢說好不好 只不過小弟都是不斷這樣研判 不斷在甲範裏面 找個發聲的空間 你說不發聲呢 小弟又不行 另外又是M 在另外一天說的 之前那些是7月6號 這個是7月7號的留言 多謝阿清少 令我們可以暫時放低不愉快的事 輕鬆回憶 顯得格外有趣 應該在說 由清如遇過的香港人 那個新的環節 這一兩天是暫停了的 因為小弟都卡住 有些可以怎樣說呢 可以帶些什麼訊息出來呢 那我想好了 又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即是可能現在變成不定期了 想到就跟大家說 另外一位MSM就是說 做個負責任的記者 都挺艱難的 是呀 現在做記者 我講過林先生 香港第一件事 林盈子先生 早已講 現在做記者是最危險的職業 他說佩服了 郵先生也都練成了 今時今日的 穩重成熟公正的人生觀 唉 但願如此 都不敢說了 是不是這麼穩重這麼成熟 好了 另外CKCock他說 郵公子 貪憎啊 即是曾蔭權 好人有限至真 不要忘記 富裕獎風波和親疏有別 他說真正因素 和同路貪心的許事人 找七婆回來 造成日後摩幻究局面 這一點呢 他都承認了 那應該這麼說 我不是說讚 曾蔭權怎樣怎樣怎樣 真是的 又是那句 他是lesser evil 是沒那麼 得人害怕的 現在想回 即是這麼說 用一個比喻就是 曾蔭權 可能是拋層 777現在是愛知 即是那種 689可能是梅毒 即是沒那麼大禍 沒那麼大禍 有時候都變得好 真的 lesser evil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A匡 郵先生你好 方丈人很小器 不要去到這麼盡 是烏煙瘴氣 大環境 難得有清歌 你口清泉 小心小心 會的 多謝你們的祝福 接著KW就說 又生天大地又大漏 下來真是好嗎 有時候很多 很難說的 人身安全 家人安全最重要 好像你這麼高排名的KOL 好像多數已經離開了香港 他們離開他們的選擇 那小弟不是說不想這個問題 不過暫時 在這個moment 都還沒有 那我都是覺得 在空間上呢 可以的話 盡量去 在香港可以發聲 都是一個小弟 很多時候 覺得離不開的原因 獨裁的地方 就沒有發聲的自由 這個我同意的 接著她說 KW就說 不過我尊重你決定的 保重 支持 這樣 那我必須再強調 其他KOL他們怎麼想 是 我也都尊重的 我也都沒有說 絕對不排除 會在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繼續發聲 因為現在的情況 是越來越惡劣 那有很多說話 都已經是 我多說兩句 大家都覺得很危險 那這個是 我都承認的 那 所以 都要想的了 都要認真想的了 不過有些事情 大家心照 那也都 即是 怎麼說得好 都不會在這裏 可以交代得很清楚 那大家明白的了 好了 他 跟著有一位寫詩的 憑居師長 作業多 職如山壓民間 香港因他遭論多 不復犯華 仇災莫 這樣的 壓勢穩的 那 雖然一三四句壓勳 那 那 就是 一般又很少這樣的 不過都是 都是口師來的 都是以詩名的 好了 另外7月8日 還有一堆留言的 就是A良 應該都是熟客來的 他說 尤先生聽完你講 你超人的事 真是以禮相對 令香港人借的 那麼 超人都有超人的爭議性的 尤其那時候講 富貴於我如浮雲 那些都是有的 不過呢 大家 反而你看到香港人 會尊重一些 正正經濟做人的人 就好像田北俊這些 香港人不會討厭一些 有品的有錢人 是沒有品的有錢人 才會特別欺負人 好了 另外一位T曾 他就在今時今日 風雨飄移的香港 還可以看到 真心的香港的商人 誠哥也 看到誠哥真的很成功 另外一位As Leung 我看完這集 就講誠哥這集的笑容 就感受到誠哥的譚笑風聲 他真是很厲害的 這個必須承認 好了 H Chen就說 李先生也是講誠哥 是個明眼明心明理的人 也是膽識個人的領導人來的 香港又去呢 其實也是因為當時的香港是福地 令到屠難的中國人有個落腳點 看回黎先生 和一眾香港人的前輩 他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逃避共產黨 而來到這個福地 建立美好的家園 不過現在 都都都都都都 下山不知幾百字了 另外M也是熟客 多謝青少 超人這樣的人呢 被人罵到是大黃絲 害香港 他絕對是罵他的人的悲劇來的 那些人呢 絕對不代表香港人的 代表不到有良心的香港人的 那麼 HA就說 不用怕這句金句 現在是李家超 代替了李嘉誠 這句又挺對的 這個一個時代的工具 一個時代的開始 以前的時代是李嘉誠時代 現在的時代是李嘉誠時代 問你怕什麼 好了 TA就說 林語堂都講過的 都是講李嘉誠的一件事的 他說一個理想的受的教育者 不一定是要學父母居的 只是需要鳴於鑑辯是惡的 反而一個人讀書 如果讀了太多 就未必可以面別熟是熟非的了 那 就是書讀得越多越反動 這個毛澤東說的 一時一時 一些讀書是用來明理的 不過 又是那句 紅樓夢說的 林代玉說的 不過都是吵說的 通過林代玉的口說的 西事動明皆學文 恩清練習 練達即文章 就是學文文章 一定要讀很多書 西事動明都是學文來的 人情練達 你懂得人情世故 都是文章來的 都是好東西來的 小麗就說 適當放鬆心田 那個名人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香港令人崩潰 這一點都是輕鬆一點 不過也要再說一聲不好意思 這一次 就是這個 由此遇過的香港人 都會現在開始卡住少少 就是怎樣說一些東西 我想通就會不定期再出 好了 接著有位TKL 就在這裡罵七婆的 他說他接種了科興 因為他被國際制裁 不可以打 Biontech又不是的 香港不可以打的 不過呢 不過他說 走回廣州 有些人發洩心頭之下 就說這些 另一位署名黃牛的 他說 777 喂 敢不敢學新加坡 邀請美帝 在香港設置海軍基地先 很多事都不敢的 很老實 新加坡出名 就是反共的 李光耀立國 之本都是反共 要清共的 一立國就 這件事都不用說了 好了 好了 最新一批留言呢 就有M粉 他說多謝青少 香港人呢 功德無良 不單止是大陸的恩人 也都兩次救了台灣的貴人來的 只容棄女 必然是感天動地的 香港必勝 鬼國必亡 這樣 哎呀 誠你貴然 另一位WZ呢 他說 作為大陸人很認同你的說法 香港是一個福地 是一個聖地 一定會重生的 誠你貴然 大陸十四億人 肯定有些明理的人 是吧 好了 DT呢 就說 用英文說的 他說 我們再次 香港人再次救了台灣 但是誰救香港呢 唉 他說 我想就沒有了 哎呀 真是灰 不會的 也都我相信 香港人是天助智 助者都相信這件事 世界會變的 大家一定要放長雙眼看的 另一位呢 就叫CWL 他說 清哥 肥豬鵬肥豬鵬 這樣說 聽起來有些不尊重 唉 我想你沒有聽完 CWL 那一集呢 我是模仿一些戰狼說他 因為戰狼呢 已經封了蓬佩奧做肥豬鵬 那我就 要上一上新版 扮他們這樣說的 我想阿蘭聽漏了一點點而已 我一點都沒有不尊重的 就是這樣而已 就像肥佬禮 黎智英肥佬禮 他自己都是叫自己做肥佬禮的 都沒有的 不過這裏呢 肥豬鵬呢 主要就是因為 是偉大祖國強國這樣叫他 那些戰狼這樣叫他 所以這樣叫而已 好了 還有另外呢 就是阿墳峰 就是通過E-mail呢 寫了一大堆東西來 都是內地人來的 那你的E-mail收到的了 也都明白你想講些什麼 那大家心照不算了 那就好了 那另外 Chris呢寫了一封信來 我大頭蝦 一直都沒有回覆他 裡面又附了一張入數紙 他說 游先生 請問電郵 入數紙是不是這個E-mail 在E-mail入數就可以了 就是infoatpostbyme.com 是錯的 應該是infoatpostbyme.com 是infoatpostbyme.com 是這樣 infoatpostbyme.com 那英文地址在這裏 英文地址大家看到 中文地址就是 如果想寄信來 就是香港上環 香港上環高落道西 18至19號 又華大廈 又是保佑的 又華大廈 一字樓 涉及DZ的 那就可以了 信封面請著名 postbyme.com 或者是辦理由 如果不然 就未必會邸遞到給我們的 因為這個我現在用了轉遞服務 至於電郵來 就是infoatpostbyme.com 大家要記住 就是這樣 所以Chris呢 可能寫錯了 那就要小心 還有一個入數指顯示 從以前的 Freeman Develop Company Limited 有很大分別 請問你是否可以收到的呢 但是入數的戶口 是對的 即是6509 7878 838 又是對的 6509 7878 838是對的 即是匯豐銀行 那個簡稱呢 其實我之前說過的了 簡稱就是 Freeman Develop Company Limited 其實呢 就原本如果簡寫出來 就是FDCL的 FDCL 但是如果你在櫃圓機 通常是出F星星L 頭了四個英文字 F星星L 因為它不顯示出來 那是對的 這張紙是沒問題的 我之前都講過的了 Chris 那就F星星L 這樣就可以了 那是沒問題的 那它說就這樣 用email回覆就可以了 那email我都回不了你 是不是 這樣呢 所以呢 那希望Chris收到了 總之記住 那個email地址呢 就是info info info at postbyme.com 希望Chris 收到這個訊息 那總之就 很感謝Chris呢 都還在這個 艱難日子呢 都是這樣支持我們的 好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 除了Chris 就有很多 很多朋友的支持 好多謝一直以來 這麼多朋友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想盡辦法 去繼續堅持 尤其是香港這個地方 去繼續堅持的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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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